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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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够让你早点发现提高我们的警惕 引起我们的重视 第一点就是脚麻 这个脚麻是什么意思呢 如果说我们有一些大的动脉或者静脉出现酸塞的时候 我们就会出现疼 你想动脉酸塞很明显 它在走啊 它不小心给你走到肺上 肺酸塞 肺酸塞的病死率很高的 那么静脉酸塞 因为你不痛的时候有可能是小的静脉出现酸塞的时候 如果说在动脉里面 它随着动脉走走走走走走 给你走到脑子里不就脑梗了 那么我们在酒蹲或者是酒坐的过程当中 一站起来就出现脚麻 这有可能就是早期脑梗的一些警示信息 要引起高度的重视 为什么 因为你出现了其他地方的梗塞的时候 它就导致周围的血运出现了问题 可能会出现组织的软化或者坏丝 那么你腿麻是必然的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腿脚冰凉 以前一直挺好 这一段时间突然腿脚老是凉的 然后泡了脚之后也不改善 刚泡了感觉是热的 然后一伸到被子里腿就是冰凉的 有很多人出现这种状况 赶紧到医院去看医生 做一做下肢的肌脉或者动脉 看看有没有栓栽 要引起高度的重视 第三个就是皮肤颜色改变 我们有些人呢 可能在抬起腿的时候 哎 这个两个腿 腿和脚怎么苍白 而且是灰白色的 一点光子都没有 给人的感觉就是 哎呦 这个腿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 那肯定是一样的 要引起警惕啊 这个时候都有可能是 拴散早期的一些表现 赶紧呢去到一些 正规的医院去看医生 不敢自己在那儿 吓唬的处理 或者再偏听偏信 可有些偏听偏信的人了 那么讲到这个的时候 我就突然想起来 有一个病人 这也是原来我的同事的一个丈夫 她出现了什么问题呢 她去早上出去溜弯去了 溜弯去了 回来的时候 中午回来的时候一进门呢 一只脚是光着的 没有鞋了 然后她那个 安人一看说 哎 你那个 你的鞋去哪了 她低下头一看 啊 我的鞋怎么没有了 说你有什么不舒服的感觉 她说没有啊 我就觉得我的鞋 两个脚好像是踩在棉花上 软软的 这是什么 已经出现了脑梗 所以这个已经出现了 枪细性的脑梗 赶紧呢就到医院去看 枪细性脑梗 赶紧住院 进行了紧急的疏通血管 我们不是在早期发现的时候 可以去 我们有那个 绒栓嘛 我们紧急的住院 进行了绒栓 现在康复的效果 还是不错的 但是呢 她的生活方式没有改变 爱喝两口 而且吃饭速度快 主食吃的量大 也比较口重 后来呢 又第二次出现了脑梗 第二次脑梗呢 嘴就有点歪了 现在是行动 比较缓慢 整体上呢 还是不错 后来我就给她做了全面的 健康生活方式的干预 最近的康复效果不错 很明显的减了十多斤 将近二十斤 所以在此呢 还是要告诉大家 一旦出现以上这些迹象 千万不要走到 像采棉花的时候啊 要采棉花的时候 就已经出现脑梗了 我们要引起高度的重视 对我们自己的健康负责 同时也是对周围人的健康负责 好 谢谢大家